你绝对想象不到 史上最谨慎的勇者 因为杀掉魔王后没有捕刀 竟然被一个B级魔王给灭了 就在刚刚 圣勇在打败黑化的战地过后 决定给队友们放个假 于是女神开心的带着俩小弟 出门撒花儿去了 他听说这城里有个出了名的温泉过后 女神的闹瓜就开始疯求 什么夜深人静男女同游啊 想想就感动到眼泪从嘴里流出来 一想到这儿 他人狠话不多 立马就给钱买了套勇衣 接着 仨人放完假回到宫中 女神更是一想到晚上就happy 不自觉的就发出了 嘰嘰嘰嘰的笑声 可下一秒 他们一推门 勇者居然不见了 本以为估计是去买道具 慎重到半斤时间了 可等了很久 还是没踪影 于是仨人出门一顿好找 药草店 装备店 兵器店 一无所获 这个王八蛋勇者甚在 估计打算欠一个魔王拍拍屁股 又跑路了 女神顿时就怒了 没办法 她一秒回到神界 去到大主神 结果一推门 看到了一脸泪痕的 封印女神 阿丽雅 接着阿丽雅就把她们带到了 传说中那个时间静止的房间 而大主神 已经在这等候多时 她身后的圣树上 挂的就是所有神明的真魂 女神小菜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连忙问 勇者去哪了 大主神告诉她 圣灾已经先走一步了 原来 她在知道魔王手上 有灭神的锁魂链之后 担心队友们被灭 于是就独自上路 去打魔王了 听到这儿 大伙都不敢相信 这圣灾一直稳如老狗 上门摆给这种 这么不谨慎的事 怎么可能会是她 但主神却表示 圣灾虽然看着讨人厌 但心却是热的 她是队友的生命 重过于一切 比如隔屏救马修 又比如放弃圣剑救龙女 再或者冒死救女神 小菜瞬间就懵了 不对呀 就算是这样 也不着急打魔王啊 可以再回神界 发育发育 再去打吧 但接下来的一幕 让她瞬间惊呆了 假如一个勇者的 战力天花板是99 而魔王是9999 那这仗还有的打吗 就在刚刚 大主神向女神小菜 展示了勇者的属性 原来 圣灾的能力值 早已达到了极限 虽然属性确实很厉害 和最强的战地 也能五五开了 但魔王可是一个 把战地打成弟弟的怪物 就这样去打魔王 那简直就是 阎王阎凡都奔低 上门白给呀 但这都不是重点 最令队友震惊的是 早在去龙窟取圣剑之时 勇者就已经满级了 而从那之后 再怎么发育 都没胜过战力 他去学的弓箭 连击箭啥的 那也都只能加点技能而已 而在他学会了 神界最强女神的大招过后 技能也升到了极限 但女神小菜还是不理解 不明白为什么 圣灾要为他们做那么多 于是 敲敲黑板重点来了 为了还原真相 大主神放了一段VCR 这是在B级难度的世界里 负责拯救之理的女神 是阿里亚 而他召唤的男神 勇者赫然就圣灾 他俩和魔法使黄猫 外加打辅助的公主提亚娜 组成了灭魔四人主 与现在不同的是 那时的圣灾 是个无脑硬钢的人设 通俗点说 就是个猛夫 压根不知道啥叫圣中 一开局就说要去打 高阶魔物奇拉美 提亚娜差点一口气 给绝了过去 你这是要上门摆给猫 圣灾却说 不怕 我已经有了一个 滴水不漏的完美计划 教训吧 那些战略 是什么战略 战略是 要努力 小卡我翻译一下 那就是干就完了 于是他们就来干死亡了 由于是越级打怪 战斗当然非常的危险 而最危险的就是 圣灾被扎了个透心凉 而生命值也就只剩两点了 但居然这样 他还说问题不大 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个勇者明明超弱 却还特别不慎重 但他毕竟是个男主 所以还是一路砍瓜切菜勇往之前 从新手村砍到了魔王城 最后再出发去打魔王的钱一晚 公主提亚娜劝她 要不要先去趟贤者村 摸清一下魔王的底细 但勇者圣灾却张嘴就是 我一定行 除非我不行 就这样 他们走上了最终的决战 不得不说 这个B级魔王看着就很浓 还没一个S级的天王 看起来能打 但此时的圣灾 也不会发育开挂 于是 在费尽全力收拾了这个 长得像癞蛤蟆 成了金丝的魔王之后 四人主也差不多 被打了个半死 提亚娜问圣灾 要不要再补个刀 但女神阿里亚表示 我已经确认魔王的血量归零了 可话音刚落 魔王突然一招 就把黄毛串成了串 一口给吞了 并在把阿里亚也送走了之后 她再次满血复活 而此时的提亚娜和勇者 也基本蓝量归零 战力没有了 于是 圣灾只能求魔王放过公主 毕竟公主已经怀上了她的孩子 但魔王是魔王 由于在B级一世界没有锁魂恋 所以女神阿里亚跟勇者都重生了 重生后的勇者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却把慎重刻进了DNA 同样失去记忆的还有提亚娜 对 她就是女神小菜 原来由于公主应勇牺牲 所以她死后转身为神 做了一命治愈新女神 听到这儿 小菜再也忍不住 药军的圣在并肩作战 哪怕会被灭成渣渣菜 同时选的并肩的还有俩小弟 他们表示 身则泡温泉 死则组队 抚皇权